北京时间6月25日 此前在选秀大会上 鲍尔如愿地被洛杉矶湖人选中 而最高兴的当属球蝶 在选秀大会上球蝶还公开表示 鲍尔能够在下赛季带领湖人进入季后赛 而近日拉斯维加斯给湖人下赛季进入季后赛 开出的的赔率是1赔5 投注100可以赢500 不能进入季后赛的赔率是100赔14 投注100赢14 与此同时 湖人主教练沃段 在今天接受采访时 谈到了老鲍尔的言论 他说道 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但我不想把事情想得太远 现在我只希望 郎佐能先带领我们在夏季联赛 拿到几场胜利 然后我们再来谈以后的事 我认为球叠的言论 对球队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但我也知道 每个高顺位新秀 都有自己的一个目标 这个联盟里最好的球员 都想给这些新秀们 一些颜色瞧瞧 让他们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 我记得我刚进联盟的时候 因为我父亲 比尔 波顿的言论 我的队友们 对我都有很大的期待 但这些期待在视讯的时候 就破灭了 他 球爹 就是他 波顿还说道 他做他自己的事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 我很确定 郎佐将融入我们的球队 他打球的方式 无私的天性能让这支球队变得更好 这也是我们选中他的原因 胡人队内目前正在积极的备战夏季联赛 而他们的首个对手便是洛杉矶快船 而对于保罗乔治下赛季 能否穿上紫金战袍 最近步行者也是让这笔交易停了下来 此前有美国球迷提供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保罗乔治的住宅外 有货车停靠 疑似在搬家 而在今天乔治 便更新了个人推特出面辟友 澄清那是邻居家的货车 而不是他家的 推特写道 你们确定 那是我家的卡车 而不是我邻居家的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